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现在在新疆的和田 来新疆就已经要吃烤悬崖 这一次我找到一家和田地区的烤悬崖的店 我刚来这里就发现门口排了一六人 可见这家烤悬崖味道肯定非常不错 看到了吗 都是新疆人民在排队 我身后呢就是烤悬崖的一个厂长 他们是把崖放在坑里面 我现在在这边排队了 吃这个烤悬崖要先在这里排队 然后买完这个羊然后上到二楼去吃 在这里买烤悬崖还可以指定库位 如果你喜欢羊排可以让它要羊排 如果喜欢羊腿可以要羊腿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人性化的 只不过排队的人真的很多 而且等要等挺久的 虽然是队伍不长 但是我觉得他等了很久了 快到我了 我准备买大概50块的羊排 虽然排队比较久 但是如果一堆羊烤完出来 这个速度就会明显的加快 哦 又没了 刚才一个人把一堆羊都买走了 所以又没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我在烤全羊的一部分烤羊排 你们看到了吗 这里面啊 50块钱 单地人吃这个烤全羊都是用手抓的 但是我实在是不习惯 我还是要了筷子 好 手来帮忙一下 哇 这个是外面的一层酥脆的皮 这个皮啊就是他们在烤制之前 会裹上一层黄色的虎骨 然后烤完之后呢 它的皮就会显得焦香焦香的 太美了 我觉得筷子吃不了 还是用手吧 这个羊排还是有点肥油 羊排烤得非常非常嫩 好 这一口下去太满足了 我们来试一个难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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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吃这种烤羊 就得这么粗矿 一边吃点肉 一边撕一点难吃 我刚开始以为它这里的羊是最低半公斤其脉 后面了解到你想要多少还是给你切多少 它这个价格是一公斤一百六 所以可以 你们可以自己算的来 一公斤一百六 一斤八十 我觉得这个价格啊 比我们当地卖羊肉还要便宜 我们在南疆这边很爱的一样东西来了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酸奶粽子 之前在夜市有吃过啊 但是夜市那个我感觉他们的分泌有点太甜了 我刚才在排队的时候 有个朋友向我推荐这边的粽子非常好吃 这家店呢 它的蜂蜜就没有那么甜 酸奶是差不多的 是一样是那种很浓郁的 它的蜂蜜啊 颜色比较淡 没有那么甜 我是非常不喜欢吃肥肉的 所以这个羊油实在是无回销售 正宗的羊排本人 刚才我在天上的时候看到 他们这里的羊是这种小羊 非常小的小羊糕 所以肉比更嫩一点 这种大口吃肉的感觉真的太好了 这家店有非常多单地人过来吃 这家店有非常多单地人过来吃 几乎都是单地人 很少游客 而且这家店的装修啊 也非常的一般 也就是这种一般的装修材 非常的本益 非常的健壮 肉质细嫩 羊排非常的入味 你看 因为羊排的 它的肉比较薄 腌着的时候会比较入味 如果羊肺的话 肉很厚 你在外面就可以看到 他们是怎么办 这一只羊烤出来的 可以看到烤羊的那个坑 一坑一坑了 还冒着这个火星 这块肉感觉非常的脏 有软骨 有皮 还有肉 太酱了 这里让一点羊烤味都没有 下午4点这里还非常多人在吃 为什么呢 新疆这里的时间 它用的是北京时间 但是新疆的日出日落 要比北京要晚很多 所以这个人的工作生活做机能 都比内地要晚两个小时左右 总结一下 这家烤全羊 味道做的确实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羊排的部位 比较入味一点 那外面裹成一层黄色的面糊 烤完之后也比较酥脆 那么唯一附属的就是 如果你要吃的话 你可能是要排上一小口的时间 那如果人少的话 我建议就点羊排 如果人多的话 羊排跟羊腿可以各样一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你有吃过烤全羊吗 你都在哪里吃的烤全羊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评论转发加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也喜欢旅行 请关注我 所有热爱旅行的人 都会在路上相逢